好,那我觉得几个问题,因为其实就是我先总结一下,就是检方他想,他用的很低一个证人,这个证人他想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康州这个文贵先生的这个太太和女儿还有女儿的这个男朋友家里找到的这些东西是奢侈的,而且是跟文贵先生有关系的,而且是跟文贵先生的家人有关系,因为他展示了之后展示了几个文件,文件上面都是有过强的签名,就是文贵先生的儿子,OK,就比如说这个车是谁的, 这个loan agreement,是Saraka跟GTV的loan agreement,上面谁签的字,是郭强,就他要证明所有这些,是文贵先生用这个钱来enrich他自己,把他自己就是享受这个奢侈的生活和他的家人享受这个奢侈的生活要把它做,就是要给这个所有人看这个信息,那我们的辩方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问到,就首先他是问到这个证人,就问到你,因为这个证人说他自己只是一个,一个,怎么讲, 就是美国监制备者,就是一个小头头,他没有正式的参加搜查 他没有亲自去搜,那 지난Severna就问了很多问题,他说,你看到这个照片没有?'' 那是什么人 就是人家给你 就是收集完了之后拍照给了你 你才看到的是不是 是的 然后他就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当天在参与任何的搜查 他就没去 他去了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OK 因为这个他问了很多问题 他说你做什么了 他说我没有搜查 那然后我只是管理 我只是管理40个人 他领导 他领导 他什么都没搜 然后他所有的这些 他刚才就是政府让他做的这个证据 就看这个照片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都不是他当天搜查的时候看到的 OK 他有个程序 就是因为我们也问了 你搜查之后 到底上来交到哪里 怎么样 你最后就有FBI 有很强的一个程序 他标号 先标号 要收好了 收好之后再拷贝 再分给什么各个部门等等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参与 这个真正的去搜查 OK 那我们当时就 Sabrina还问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 既然你没有参与 那你是不是就是检方跟你有 就是有沟通过嘛 对吧 就检方跟你 肯定为了你上庭准备 跟你沟通过嘛 那这个人就问他 你跟检方在过去的两天里面 有过几次沟通 你还记得吗 在过去的 先是问他 过去的几星期里面 你跟检方有过几次沟通 他说我不记得了 过去两天都不记得了 然后对 过去两天 再问他过去两天 他也不记得 然后他说你是怎么沟通的 你跟检方沟通 你们是用email的 是发电子邮件呢 还是说你发这个短信 沟通 我不记得了 然后 然后我们的这个律师 就紧张了嘛 我觉得有可能紧张 然后我们的律师就说 那让我来提醒你 让我来提醒你 然后他就拿了一堆文件 然后就把一张 然后走过去 然后递给那个证人 他说是发展性的 是发展性沟通的 然后他还问他 今天早上 OK今天早上 你来出庭作证之前 你跟检方的律师 有交通过 就沟通过几次 不记得了 也不记得了 也不记得了 然后还有就是 又问他 就是你不是管理吗 你管理 那你再去搜查的时候 之前你要准备吗 要不然你怎么管理吗 你肯定要沟通啊 到哪里去啊 这叫什么 有多大 你要派多少人啊 这些你肯定要沟通嘛 然后就问他 他说 你有没有知道 文贵先生的这个 之前有没有沟通过 就是好像是 问他是 具体是哪个问题 知道不知道 论此文为例 对 住在那里 对 在那里住 对 你知不知道文贵先生 是不是住在那里的 他说 我不知道 我也不记得 他之前有沟通了 结果他说 再让我提醒你好像又上去 拿了一张纸 这个纸呢 而且他还给了 那个检方的 那个第一 坐在最前面的 那个 Ryan Finkel 看了一眼 然后那个好像感觉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但是我们的 Sabrina呢 就是很自信的 就是把这个 又放到前面 又让这个人看了一下 也没回答 也没怎么样 就是提醒他 这个是证据 你有来回 Email过 就是我在想 这个证据上肯定是 显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所以就 就就就就 给人感觉下来之后 问了很多问题之后呢 就让人产生质疑 就这个人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当天搜查的情况 他只是回答了 按照检方的要求 跟检方为他准备的 这些说辞 只是按照检方的一个指示 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 OK 而且因为 这个问题其实是 Sabrina在最后 问了好几次的 她说 你是不是只知道 在这 因为我问你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吗 对吧 这个 比如说 照片上有显示 这个直播室 她就问她 这个棋子 你看过这个棋子 你知道这个棋子是什么吗 是NFSC吗 那个Sabrina还见机 你知不知道 这是NFSC 然后你就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照片上的 除了 除了就是照片 本身标记出来的东西之外 让他这个检方 让他念出来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包括之后的这个 我们抽奖 我们GCOP不是有抽奖吗 它上面有一个 就是检方列出来的一张表 上面好像是文贵先生的 6月20号的直播 8点20的这个直播 然后下面是什么 帽子 几顶帽子 扫子 然后他就念了 他在检方让他回答 问他说 你看到什么 你念出来 这个证人就念出来了 念出来之后 等到我们来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说 我们的这个律师就问 他说你知道这张纸上 说的是什么吗 除了你念了这几个字 这张纸是关于什么东西的 不知道 什么内容 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只知道 他要念的这些东西 就很清楚很清楚地表明 在给当场所有的 包括这个陪舍团 和当场所有观看的人 其实这个证人 他只是按照这个检方 为他准备的这些内容 去讲述 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了 最后他说是的 最后这个问题问了他 他说你是不是只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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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的这些内容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是的 就 意思 意思就是你就讲 按照政府要求你讲的 你就这么讲了 其他的 不知道 没错 而且这个人本身 他其实不是纽约的 因为FBI 他是分区的 对吧 因为文贵先生 有好几处的住宿 他是在这个 要搜查的 这个纽约的团队 就调查文贵先生案件的人 临时让他帮忙的 因为他是在康州 因为他们想同时搜查 文贵先生的多处的住处 对不对 那今天呢 Subrina其实问了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我没有听到答案 那因为我就提前走了 我就没注意 然后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知不知道文贵先生 是不在这个康州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在你去之前 你知不知道 然后那个我忘了那个回答人是说 他说他不知道 对吧 他说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同时有要search 但他不知道文贵先生 肯定不在康州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对在最后的庭审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性 这个不知道咱们再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问的是有原因才会问 就是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有原因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很精彩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最后问到的 这个witness 好像感觉就没有帮到 就是没有帮到 检方想呈现的这个 啊你是偷钱了 你是为了 这个要过奢侈豪华的生活 所以你就没有帮到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辩方律师还问了 就是钥匙的问题 这个钥匙根本不是在车上找到的 因为我们一般 如果这个车是我自己买来 我自己享受的 那一般人会把这个车 放在 比如说我们回家有车的人 你都会放在一个专门的地方 对不对 我进出出 我要拿这个车嘛 好 结果这个车钥匙 是在直播室找到的 是在 根本就不在这个车库 跟车库没有关系 OK 而且这个车是罩着的 OK 罩着的 是黑罩着的 所以说 所以说就很多问题之后呢 他就说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车里面 这个车里面 有没有找到 就是有没有人这个驾照 是谁 是Miles Gow吗 没有 这里面有Miles Gow的先生的衣服吗 也没有 OK 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检方就说 我们有一个视频 这个文贵先生在某某某天 开过这辆车 然后这个我们的 马上就站起来 他说 我想问这个证人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车 一个人在开这个车 能证明这个人 就是这个车的主人吗 这个证人说 不能 就很逗 而且这个照片里面 有很多西哥的 这个不尿尼的西装 但是呢 他又没有把西装展示出来 他只展示出来一个衣架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我们的 这个辩方律师就 就检方律 我们的这个辩方律师就问 他说 你看到这些照片呢 你知道这个衬衫是谁的吗 你知道这个西装是谁的吗 是Miles过的吗 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 然后那你知道这个西装 是什么时候做的吗 他已经有多 就是已经多久了吗 是2010年 11年还是2020年做的 不知道 就是他问的所有问题 他都不知道 就证明了一个事实 他其实根本没有参与过搜索 嗯 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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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